航空母舰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位于南中国海的洋基站 是美国海军对北越实施轰炸的重要指挥中心 从1964年到1973年 美国宣布停止军事行动 一共有17艘航空母舰参与了73次战斗巡航 游艺天数累计超过8000天 舰载机既有简单的螺旋桨式战斗机 如朝鲜战争中的A1空中袭击者攻击机 也有当时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 舰载攻击机例如A4天鹰攻击机 在配合友军地面作战 以及对北越实施空中打击时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舰载战斗机在两次侵略战争中 逞进了威风 配备先进的雷达和电子系统的双作双发 全天候舰载攻击机 A6入侵者 即使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 也能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美军战斗机如F4鬼怪击败了河内的米格战斗机 在越战中 美国航空母舰舰载机一共击落对方59架飞机 另有四架尚未得到证实 但美国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美国海军一共损失530架固定翼飞机 其中大部分是舰载机 有300多名机组人员战死或失踪 其中大部分遭到了北越导弹和高射炮的火力攻击 弗莱斯特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上发生的火灾 导致200多名美军死亡 数十架战机遭到毁坏 越南战争 促使美国对舰载机航空兵部队进行调整 1972年 陈旧的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终于退出舞台 现在 庞大的航空母舰不仅装备了众多攻击机 还装备了自己的喷气式反潜战机 全球下方的航空母舰不开 封销 全球下方的航空母舰不开 越南战机 越南战机 越南战机